作者 旺宇 由丧子为您播讲 距离寒历的进阶庆典召开只有数日的时候 原本盘踞在附近山脉的修炼者们 开始大量涌入天渊城 这天渊城纵然巨大无比 但是一下涌入如此多的高阶存在 也开始变得拥挤起来 各处纷纷人满为患 甚至开始出现一些修炼者无法找到落脚处的情形 天渊城知道此事之后不敢怠慢 一番商讨之后 当即决定将一些守卫居住的石塔让了出来 同时将地下一些密室地宫对外开放 并连夜在城中几个偏僻角落又兴建了大批 提供人住宿的临时的阁楼殿堂 如此一来才总算是勉强解决了天渊城的流速问题 那当然了 因为外来修炼者太多的缘故 其他各种麻烦自然也是接连不断 但是天渊城一干长老也不是等闲之辈 频频出手干预下总算是一一解决了 其实所有人都清楚 大城庆典自然不可能让如此多人都参加 其中真能够参加大典之人恐怕百步足一 其中大半人恐怕都是抱着自己找寻一番机缘而来的 所有人都知道能够正般多的中高阶修炼者聚到一起的聚会 恐怕以后数千年甚至万年以内都不一定再有第二次了 只要自己机灵一点 说不定能够从其中找到自己的机缘 或者拜上一位名师 或者直接加入某大宗门 或者从他人手中找到自己苦寻多年未果的灵物 无论哪种结果呢 对他们来说呀 都是天大的机缘 这一日早上天色还有些灰蒙蒙的时候 天渊城中心处的一个无法望到尽头的广场之中 竟不知何时突然修建起了一座十几丈高的白节高台 在高台上有一件被金色布匹遮盖住的不知名物体 三四丈那么高 旁边站着一名赤裸半身肌肉秃骨的高大力士 面上丝毫表情没有 但是台下附近区域却被密密麻麻的数万身穿 各色战甲的卫士围得水泄不通 而在这些卫士当中 银发老者等一干天渊城长老竟然身在其中 一干合体存在啊 都仰望着刚才刚刚开始泛红的天空 神色平静中带有一丝肃然之色 没有过多久 当第一缕阳光终于从天边红霞中透射而出 古长老目光中神光一闪 一转头忽然冲着台上历士低沉地吩咐着 好了 时间到了 开始集中 是 历士木然的一声答应 猛然一步迈出 大手一把把身前的金布抓了起来 露出了下面所演之物的真面目 竟然是一面凭空悬浮而起的银色剧中 表面上遍布着一枚枚五色灵纹 华贵而又神秘 历士另一只手五指一张 金光一闪 手中浮现出一杆杖许长的金色长锤 肩膀一动 这历士两手就同时抓住了锤杆 一轮而起之后 冲银色剧中就是猛然一杂而去 轰的一声 金色锤头锁杂之处 骤然间亮起了一圈圈银色光晕 向四面八方扩散而去 在荧光当中 剧中上 五色的灵纹 纷纷活了过来 竟从中上一闪的飞舞而出 围着整个玉台上下飞舞不定 而那钟声更加奇异 刚开始的时候似乎不算多大 但是稍一远去之后 反而轰隆隆的大响而起 并且距离越远 钟声越震耳欲聋的样子 顷刻之间 这天渊城每一个角落 竟然能够清晰异常地听到钟声 一开始的时候 听到钟声的人还是毫不在意 随着钟声一下下连绵不绝地传来之后 无论在闭目打坐的羞苦之人 还是正在整晚聚会的亲朋好友 均都脸色大变起来 有些人更是直接失声出口 啊 震天钟 静点开始了 不少人二话不说夺门而出 一些人呢 则立刻招呼附近的其他相识之人 匆匆地离开住处 他们期望钟声响起处狂勇而去 但是天渊城中 大多数外来修炼者中 修为不算太高的人呢 则是满脸遗憾地留在住处 并没有其他举动 钟声此起彼伏之下 接连响了久久八十一下之后 才戛然而止 这时候一些附近居住的修炼者 先一步来到广场之上 一看钟心处的众多天渊城卫士 和一杆众长老 都不禁为之恶然一下 引发老者见此情形 微微一笑 嘴唇动了一下 似乎像什么人传音了一句 顿时广场四周一片白色的光阵闪动 更多假释从中狂勇而出 身影晃动下 竟一对对地将整个广场 另行又包围了数层 将一番赶来的修炼者 暂时拦在了外面 如此多假释出现在此地 过来之人心中一惊之下 倒是没有谁贸然地去闯什么 与此同时 高台附近那些假释 木然对形一变 竟凭空出现了十几片空地来 在空地中心处赫然多出了 十几座临时的传送法阵 远处赶来修炼者 一见这些传送法阵 不少人脸上现出一丝恍然 但也有一些人 四下张望一番之后 还是一番雾水的样子 荧光仙子 打亮了一下四周广场外 越来越多的参加庆典之人 略有些不安地问了一句 韩前辈应该也开始了吧 不会因为时间太紧 无法完成所说内务吧 真是那样 可就耽误庆典了 银发老者微微一笑地说道 大成修士之威能 远不是我等想象的 既然韩前辈在一年前 就向我等吩咐 自然不可能是有错的 荧光道友尽管放心就是了 附近的黑袍人苦笑一声地说道 韩前辈身为我等两族 第三名大成存在 这点区区小事 自然无法难倒他 不过 韩前辈先前向我等要走了 本城接近三分之一的储藏 虽然只是些普通的炼器材料 但是数量之大 未免太多一些啊 银发老者黑黑一笑 摇摇头说道 数量再多 也不过是些普通材料而已 只需要再多花费些时间 搜集而已 若能用此 再和韩前辈结下善缘 这般区区一些材料又算得什么呢 金月禅师在一旁笑眯眯地说道 阿弥陀佛 古兄之人极是啊 看来我等几人中 还是古道友 最有远见之人啊 某座石塔之中 韩丽正在闭目养神 但是身躯被一层紫金的光焰笼罩其中 并流转不定 但当耳中隐隐传来八十一下钟声结束之后 韩丽脸上神色微微一动 终于睁开双目 并一笑地自语一声 时间倒是刚刚好 那雾正好在刚刚临时纪念完成 足以应付这次庆典之用了 话音一落呀 韩丽单手一掐绝 身上紫金光焰一脸的凭空消失 同时在一张口又喷出一团紫燕来 而在荧光当中 一座三色小山若隐若现 仿佛不是实体一般 韩丽上下打亮了小山一眼 脸上露出一丝满意之色 抬手臂冲着眼前之物一点 顿时啊 银验一个闪动 这小山爆发出刺目的光滑 竟在一个模糊之后 凭空从韩丽身前消失得 无影无踪了 下一刻 在天渊城中心处广场的 数千丈高空中 空间波动一起 一团银色光晕闪过之后 一座数寸大的三色小山 无声地浮现而出 轰的一声晴空霹雳 三色小山表面一下在 无数金色电弧缭绕中 开始疯狂地长大 几个闪动后呢 就化为百鱼杖巨大 并开始散发出 令人心颤的恐怖气息来 三色山峰旁边波动在此一起 韩丽身形在附近浮现而出 低头看了看下方广场周围 密密麻麻的人群之后 嘴角位置一翘 泛起了一丝神秘的笑容 再看了眼前的山峰 突然张口冲起一吹 一团轻蒙蒙的精气 顿时脱口射出 并一闪及时下 没入其中 不见了踪影 三色飓风顿时 滴溜溜一阵的震动 表面三色符文狂涌而出 同时散发出一股 令人心颤的恐怖气息来 顿时四面八方的天空中 闷雷般的轰鸣声大响 整个天空的天地元气 一阵疯狂的涌动 并化作一股股五色的光辖 往广场上空滚滚卷来 三色山峰表面 荧光大盛之下 将天地元气一吸而入 同时体积在此疯狂而长 在光辖闪动中 阵阵惊人的轰鸣下 一座近万丈高的晴天巨山 一下出现在高空之中 如此庞然大雾啊 光底部就接近几百里之广 从高处头下的巨大黑影 更是将整个天元城中心处的区域 全都笼罩在旗下 这么大的动静 广场附近的众人 自然不可能没有发觉 不少人一脸吃惊地朝着高空眺望而去 但结果只能看到黑压压的一片巨山底部而已 面上顿时献出了目瞪口呆的表情 如此巨山 倒不是说下方参加庆典的修炼者没见过 但是悬浮在空中的话 那自然又是另外一回事的 更何况片刻前 空冲明明还是空荡荡 没有遗物的 而更远的地方 正向广场这边赶来的 其他参加庆典的人 同样骇然至极 摇摇地把这座三色飓风的全貌 看入眼里 但是这些修炼者吃惊之余 却意外地发现 飓风上半截 遮布了一大片密密麻麻的亭台楼阁 山峰顶部则被一层薄薄的白色雾气笼罩 隐约里还有什么东西似的 一些修炼者好奇之下 不理睬下方广场上的一些守卫 直接奔着高空巨山飞射而来 这时候三色飓风在荧光略微一脸后 停止了巨大化 韩利一看到那些 奔着飓风飞来的修炼者 神色微微一笑 单手轻描淡写的一掐绝 三色飓风体表 无数的符文一闪 一层透明尽致浮现而出 竟将离飓风数里远的所有的虚空 都一下禁锢其中 那些飞奔而来的修炼者 方一飞到此区域 顿时砰砰之声大作 纷纷被一层无形光幕直接反弹 挡在了区域外 这些修炼者重新稳住顿光 不禁面面相去 却没有谁再敢施展什么手段 再闯什么 今天呢就讲到这里 下一集中 桑子将继续为您播讲 凡人修仙传